哇塞这个318省道也非常的美啊 天蓝蓝的 318省道就是 塔城去阿勒泰方向的一条省道 车也特别少 分景美如画 跟318国道不是一条道啊 虽然都是318一个是省道一个是国道啊 哦哦哦哦哦看 太美了吧 那边山坡上有好大一片光复发电 太阳门发电 但是它非常香 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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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级大沙坡这是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废旧的 这前面也是一大片草原 夏天应该都是绿的 刚才看到类似于藏羚羊一样的那种羊 然后这一路上还看到好多骆驼 不知道是不是野生的 我感觉这一段路好像是一个保护区 这个318神道 哇塞 看看 远处的就是阿尔泰山 哇塞山 哇塞山 这个城市啊 城镇啊 好大一个城镇 藏在山谷中间的一座小镇 小城 这个镇上感觉住的都是牧民 这个镇上感觉住的都是牧民 现在牛啊什么的在街上到处的跑 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我们还有一百公里到博尔津 到这边就阴天了 这边也越来越冷 这边已经到零下三处了 处理了 就站在彼岛 这个地方已经到零下来越来越多 背叠雨 在那边有坡的牧民 那边没有拖雨 像上的背叠 避的 哪子 应该起草原 卡拉斯 麦沙湖 笔直的路 这条路上又有一点点的分水 不过没有关系 啊 这条路叫217啊 217国道 就是往布尔金方向走 这个地方风险特别大 但是风景特别好 这个太阳马上要落山了 你看这路避直避直的 太阳要落山了 那个方向 这个方向下去就是 富尔金了 哦 太冷了 这里风也特别大哦 然后我感觉我的车都被吹的晃的来 你们来看这个特别美这个地方 真的不出来不知道 咱们这次出来发现了 很多特别美的风景 比方说这条路上特别好 还有之前的那个 219国道 阿拉山口那边也特别美 冰雪路面不可怕啊 冰雪路面还夹着强侧风就非常的可怕 容易把你推的侧滑 这条路上特别很自然 天都黑了 天黑喽 现在是晚上了9点啊 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布尔金县了 这个布尔金县城的建筑也是 都是俄罗斯风格 你看都是这样的 刚刚我们一路开过来 都是这样的 俄罗斯风情 你看这边